陈情望谢心甘情愿 第五十三集 我对老男人不感兴趣 股权划分好了 短短几个月从一个助理升级为股东 没有投一分钱 就能持有百分之二十甘股 而且是一个冉冉上升公司的股东 蓝旺基很感慨 他短时间内无法给魏无羡提供同等价值的回报 只有努力工作 加倍细心地呵护魏无羡 开眠就有几个本子递过来 其中有一个大app内容和质量都很高 书粉本身的体量就不小 听说是某大平台的一家项目 这个如果演好大概率会一跃成为顶流 江城拿到本子的时候 激动地抱着魏无羡的肩膀 实就得摇了好多下 直到魏无羡大喊 快把他摇散架了才松手 魏无羡也很激动 这在以前是不可能接触到的项目 他大概了解一下就答应了 可事情并没有他们想的简单 接触这个本子的有许多经纪公司 魏无羡暂定的男主有可能备患 江城很急 没事就跟导演和制片人联系一下 还托人打听了 都有哪些人在接触这个本子 那天江城又打电话给制片人日常问候 制片人告诉他这个项目有个大金主 许多人正在公关他 如果能把他搞定那角色 基本就确定了 江城开始打听那位大金主的喜好 准备投其所好送些礼物走动一下 结果打听一圈一无所获 金主十分低调也很神秘 外界几乎不知道他有什么喜好 不过尹从其他同行那里得到消息 万剑也在竞争 具体什么角色不知道 但知道万剑已经跟金主搭讪关系 好像已经私密与金主共进过几次晚餐 万剑的外形条件比魏无羡稍差一些 但比起许多同期鲜肉脸还是很能打低 自从魏无羡红了之后 万剑的经纪公司悄悄默默地给他捆绑着魏无羡 发了不少通稿 魏无羡都懒得理 万剑的热度比魏无羡差远了 这么个大app给他当男主就算大金主同意 其他投资方也不一定同意 他谈男二男三或许还说得过去 这么一想 江城又觉得给他对魏无羡的威胁不大 不过也不能掉以轻心 江城把这件事给魏无羡和蓝忘机说起 魏无羡吃笑 道跟金主共进晚餐 有什么好吃的 金主又不懂拍戏 我是不会去的 我对老男人不感兴趣 蓝忘机立刻道 嗯 如果金主是年轻的就有兴趣了 魏无羡笑 我只对我的助理感兴趣 江城笑道 你们能不能不要时刻撒狗粮行不行啊 还有个第三者呢 真烦 魏无羡收集笑容道 除了这个项目 其他的本子也都拿给我看看 不能把宝鸭一个上面 我是不会去搞定所谓的金主的 用什么搞定 脚趾头想想就清楚了 咱多大的万就接多大的活 大投资不行就小的呗 有的赚就好 蓝忘机赞许地点头 道 嗯 我也这么觉得 金子会自带光芒 无需去讨好谁 江城道 看来万箭这下 少不拿了个角色了 真能豁出去啊 听说金主五十多了 万一你也定了可能还要与他有交集 又要被他吸血了 魏无羡笑了一下道 他能做出来也不奇怪 他敢跟我制造话题吧 不怕金主不要他啊 江城道 宁可得罪十个君子 也不要得罪一个小人 还是注意点好 魏无羡道 我不会给他任何机会单独接触 再说吧 还是看看其他的本子 留些后路的好 接不了就不接 反正也不是非接不可 最后这个资源 还是落到了魏无羡的手里 是导演坚持用的 导演认为魏无羡跟男主最贴合 如果坏人不一定能达到效果 投资方要的是收益 耗费那么多拍出的骗子 自然是想要收视率的 最终还是采纳了导演的建议 开机那天魏无羡果然见到了万箭 万箭拿了男三的角色 还是个反派 他懒得理会 没想到开机仪式结束后 万箭居然主动与他找招呼 为了不备做文章 刚好男二在旁边 魏无羡顺便拉了男二 假装给他聊角色 男二也姓魏 叫魏明 与魏无羡是本家 难以主动与自己交流 男二自然很乐意 魏明不知道魏无羡 与万箭之间的关系 开心地与两人同时聊了起来 客套地聊一会儿 魏无羡让他们先聊自己 就脱身离开了 开机江城也跟着过去了 回到酒店江城笑道 牺牲那么大也只得了个男三 如今看到你是难以心里 鼓起都气死了吧 还能跟你称兄道弟 这演技聊的 魏无羡不屑地说 管他呢 演好自己的就行了 江城道 男三大反派给你使了不少半字 还有殴打囚禁你的桥段 你可要注意了 怕他公报私仇 蓝忘机这些日子 也一直在看剧本 虽是男三 戏份可不少 有许多与男主的对手戏 特别是前妻男主很惨 被男三各种虐待 他的心不禁也提了起来 难难道 现在退出也晚了 魏无羡笑着看向他道 都开机了怎么能退 而且 我是那种 遇到困难就退缩的人吗 众目睽睽之下呢 他能把我怎么样 假打变成真打 力度本来可以点到为止 他刻意加打都有可能 就怕他私下会动什么手脚 这个蓝忘机要留意检查一下 江城道 嗯 蓝忘机忧心地点点头 魏无羡也要注意 我以为他下那么大本钱 会拿个男二的 没想到是男三 这下更嫉妒了 江城道 魏无羡无奈地笑了一下 道 没想到他会变成这样 如果他是一些不那么急功近利 现在可能比我还红 他唱功在我之上的 人长期的发展 肯定靠的是坚持和踏实 投机取巧也只能一时占上风 早晚会被打败 品行不行水也没办法 你还是想想你如何面对他吧 已经受过伤了可要长记性 别到时候爱心泛滥又可怜起他了 江城道 不会了 我跟他不会再有交集了 只是有些唏嘘 再怎么我也没想到 他会用这种方式拿资源 魏无羡道 去开拍江城就回去了 蓝忘机留下来陪着魏无羡 住处是巨方安排的 助理跟演员都是分开了 演员一层 助理和工作人员在一层 蓝忘机每天晚上在魏无羡房间 跟他对戏 快睡的时候才回自己的房间 那天晚上蓝忘机跟魏无羡 对完第二天的戏出来时 外套忘机拿了 魏无羡出来拿给他 刚好被走廊里的万剑看到 魏无羡假装没看到 他准备转身回房被万剑的声音拉住了 万剑皮笑肉不笑地说 魏总真是好福气 助理真是尽心尽力 除了喂饭其他的都全包了吧 哦 可能私下吃饭也喂呢 哎 羡慕这种关系啊 走廊里也有其他人走动 听他这么说不禁扭头看向魏无羡 蓝忘机扫了一眼周边大声道 是不是因为你对助理太苛刻 所以他们才跟你关系比较远呢 人与人之间是相互的 心胸狭窄的人自然得不到别人的爱护 其他人又把目光转向了万剑 魏无羡平时没什么架子 无论是几番都跟人关系出得很好 而万剑自视清高 对比自己低的人基本不搭理的 人缘很差 被蓝忘机这么一说 就有人在那里笑了 万剑脸色陡然一变 有些气急败坏地说 助理不经老板同意就随便乱叫 魏总公司都没有规矩吗 还是两人有某种不可说的关系呢 谢谢大家 请大家看